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光 你是唯一的信仰 其实早在武则天还在穿制尿裤的时候 有个叫袁天刚的算命先生就已经算出来 他将来会当皇帝 科学算命 给钱就零 科学算命 最为致命 那天 袁天刚到武则天家串门 他一见到武则天的妈妈 职业病就犯了 立刻给武妈妈算了一挂 夫人顾歌惊奇 毕生贵子 武妈妈乐坏了 连忙将武则天的两个哥哥叫来 让袁天刚给他们算上一算 袁天刚看了看他们 却不屑地说 他们能做三品大员 就阿弥陀佛了 随后 武妈妈又把武则天的姐姐叫来 袁天刚却说 是个富贵命 但也是个客夫命 当时武则天还小 武妈妈谎称他是男童 然后让袁天刚给他算算 袁天刚让武则天走两步 等武则天走完 袁天刚惊呼道 啊 这娃龙京凤井 鬼不可言 但可惜是个男娃 如果是女娃 将来一定能当皇帝 哈哈哈哈 你小子是懵的吧 果然 这个注定要当皇帝的女人 还未成年 便开始了她传奇的一生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 在武则天十四岁那年 不老男神李世民 听说他长得貌美如花 便让他进宫做了妃子 不求门当户对 但求感觉到位 武妈妈听说 有个怪叔叔要娶自己的宝贝女儿 差点哭晕在厕所 没想到武则天却说 你咋知道嫁给皇帝不是一件好事呢 然而 婚后的生活 便没有武则天想象中那么美好 他在宫中待了十二年 都没有受到宠幸 哎 男爬入错行 女爬嫁错郎 皇帝不值得托付 在李世民病重期间 武则天便打起太子的主意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嫁给老皇帝得留一手 李世民驾崩后 李治做了皇帝 武则天由于没有为李世民 生下一儿半女 所以被送进感业寺 当了尼姑 你很有做灭绝师太的潜质 做了尼姑 再想翻盘 那比登天还难 但武则天偏偏运起爆棚 在感业寺碰上了前来 给李世民上香的李治 这一见面不打紧 两人再次坠入爱河 为什么友谊的小船 说饭就饭 不然我们怎么坠入爱河 虽然李治很想马上 迎娶武则天 但武则天 毕竟是他的继母 所以他也不好意思这么干 那么武则天 后来为啥又能嫁给李治呢 这还要感谢一个爱吃醋的女人 她就是王皇后 我在吃醋 谁有饺子啊 当时萧淑菲备受宠幸 王皇后知道李治喜欢武则天 为了与萧淑菲争宠 便想方设法 把武则天从感业寺里捞出来 送到了李治身边 王皇后 恐怕永远不会想到 她的这个举动 不但改变了武则天的命运 还即将改变整个王朝的命运 自从武则天进了宫 李治整天被她迷得神魂颠倒 萧淑菲果然如王皇后所愿 失宠嘛 但王皇后 并没有因此而受宠 反而还给自己找了一个 更为强大的对手 上帝八百 自损一千 为了对付武则天 王皇后与萧淑菲 竟然握手言和 并且联合起来对付武则天 老娘变天鹅时 你还是可亚旦 不过 不管王皇后与萧淑菲 如何说武则天的坏话 李治就是不搭理他们 水太深 风太大 没有实力 别说话 当武则天 几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时候 他开始觊觎皇后之位了 为了夺取皇后之位 武则天在后宫掀起了一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 但他能顺利当上皇后吗 咱们下集再讲 历史知识点 俗话说 智者善于把握机遇 胜者善于创造机遇 而武则天就属于后者 如果不是他在李治还是太子的时候 傍上李治 他将在感业寺当一辈子尼姑 如果不是他故意在感业寺 与李治巧遇 李治也不可能会想起他 王皇后更不可能把他召进皇宫 也恰恰是这些人为创造的机遇 才使得武则天最终来了个 咸鱼大翻身